美国税改迈入最后阶段 美国税改迈入最后阶段 川普当选以来的政策红利渴望延续 不过除了企业税率外 投资人也应该注意 利息费用扣底额的相关规定 如果企业税率最高及具 如愿下调至偏低的20% 将立即提高美国企业的 税后获利表现 但同时 利息费用扣底额受到限制 反而汇令部分高收益债企业面临压力 不过 整体高收益债企业信用结构持续改善 反应常债能力的利息覆盖率 也从相对低点回升 违约率更是不到长期均值的一半 显示高收益债基本面依旧强劲 因此 我们建议投资人除了追求 高收益债券的暴走表现外 也应该兼顾其信用结构状况 降低持有高杠杆 高利息费用 以及贫瘠较低的企业 才能充分参与税改行情